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都可以叫布达 只要你觉悟了就叫布达 不是你醒来叫布达 是觉悟了 那后来就变成专称 所以就变成比较大写 布达 布达就佛陀这两个字就从布达翻译 因译而来的 我们现在当然因为这样翻译 这样念 所以念起佛陀跟布达感觉很远 其实早先有人是翻成布达 所以你只要有点相应 佛陀跟布达没有差太远 那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文献 佛教背景的文献跟有关佛陀的文献 这两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呢 刚好中文书还蛮多的 所以值得介绍一下 好 有巴黎文有本书叫导史 巴黎这个就是现在叫做斯里兰卡 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地方叫西兰 现在还有西兰红茶 现在叫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其实是佛教的名字 施里就是文殊施力的施力 朗卡就是愣茄 我们想说愣茄经 如果有人信佛 就说朗卡 愣茄 佛教里面有愣茄经 也有愣炎经 这个是两个愣 所以朗卡 说朗卡是斯里兰卡 我们想要分其实应该是斯里愣茄 朗卡 茄应该念成卡了 因为古音里面卡 我们现在因为要国语正音的就叫茄 其实那个卡 就像茄利略一样 我们念茄利略 茄是伽利雷 现在念成伽利略才对 所以有时候那嘎就嘎不出来 嘎这个字中文字又很难看 这干脆就茄好了 茄应该有嘎的意义 应该这样想 然后斯里兰卡最古的编程是叫 《导王同史》 或者叫《周史》 刚好真的有翻译的 那这《导史》是公元前四到五世纪的作品 那个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佛陀的生主年月 这个我们在最后会讲就有争议的 所以大概也是一百年 再减一点年的历史 所以很多事情是一百年后写的 一百年后写的 不是一百年后哦 一千年后写的 一千年后写的你要相信多少呢 好 那在那个两百年后 斯里兰还出了一本叫《大史》 Maha就是大的意思 下面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学过 好 那这个《摩赫舍纳王》到统治为止 这是也有中文翻译本 所以《大史》呢 它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所以佛陀存在是因为有这个资料 只是它是哪一年这个事情讲不清楚 确实有这件事 但它在哪一年 佛陀涅槃的年代 这一千年后传说 还有叫佛教的结集 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现在的佛经 它叫结集 有一些是佛教史上的专门用法 佛陀布派 佛教的布派 这布派就是分成哪好多少派这样的演变 佛教在世界上传播 南传佛典的形成 斯里兰卡佛教史跟泰国缅甸的佛教官 这叫南传的 因为在东南亚地区 往西藏中国传叫北传 然后到日本 有的时候叫汉传 到西藏叫藏传 大概也是这样 现在当然有传到世界各地的 那英语世界有人从巴黎文 有一个叫巴黎圣典协会 他们出了好几本的阿含经 大概都有巴黎文英文的译本 我全买到 花大钱买到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看 因为中文的不少 佛教的文献简称佛典 典是经典的意思 佛经呢 根据应顺导师 应顺导师是人间佛教的导师 现在你知道的 这个正元法师慈济那位 就是他的学生 那他因为曾经在中文化大学 佛学研究所教过书 所以弟子还蛮多的 所以大概近代台湾的佛教 受他影响很大 原来佛教都是要求来生的 到他开始求 在这个世界的重要 叫人间佛教 这是跟其他很不一样 你看慈济要盖医院 原来盖医院这种事情只有天主教基督教在做 佛教是不盖医院的 你盖医院干嘛 那个地方更好 极乐世界更好 你不要在这个武卓世界里面做这种事情 后来转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佛教以前顶多就是成立学校 但是在教育没有开放之前 宗教单位办学校都只能办商的 不能办文学院 佛人大学是少数例外 因为佛人大学从大陆就移过来 所以那时候政教分离非常的明确 但后来政治人物里面很多人是信佛的 所以就教育开放以后 慈济也有大学 法古山也有大学 这个大概很多人就开始要成立这种宗教大学 那宗教大学问题就是 那宗教的成分有多少 慈济大学曾经因为要学生必修禁私语 曾经引起一番的哗然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逼人家呢 你好歹选修课就算了 你怎么要必修课呢 那时候有一个争议 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 看新闻常常有不知道下文 好 他研究结果佛法不是佛典所说的 就像《论语》里面的孔子说的话 佛法不是 但是这里面说佛法不只是佛陀在里面有 但有时候没有 所以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叶德用为本源 以生家为重点 这生家应该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梵文叫Sankhah 所以这个家应该也念成Kah 或是应该是G-Fi Sankhah 刚刚讲的潜力略应该叫Galilu 所以这个字应该在原来是念Galilu 只是因为我们到现在变成 近代发音变成生贴 生贴听起来有点怪 生贴 就生人为中心 统设七众弟子 佛教非常喜欢用数字摆在前面 这些我常常搞不懂 你上网查一下就行了 我不宣扬佛法 所以我也没办法推动教化 拿经定制领会实行 用定型文具表达出来 当时的大会确定 所以确定为佛法是圣典 那节级呢是一同审定出来的 但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这审定其实是还有派别之分 有人叫洞窟节级 就是在山洞里面开会那群人 还有人在洞外节级 怎么样我买票买不到吗 我跟你意见不合 我在洞外你说你听过佛都说了 我也听过佛都说我别的啊 怎么就你听说才是唯一真的呢 我也听过别的啊 所以代表佛教学公认的啊 这公认其实也是大多数诀而已 或者甚至权力诀 谁有权力谁就说他是公认的 这跟我们的公投没有太大差别 公投你看票数 理论上应该看票数 这是很客观的 但是政府还是会随着他自己的 施政的或对选民的承诺 他会对公投采取不同的做法 这我们的政府现在你看出来了嘛 我就不用多说了 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 好 一般所说的原始圣典 经过长期的一再结集而成的 这不是一次就了了 不断的 巴黎圣典没有例外 巴黎是只用巴黎文写的 然后这只是部派未分之前的 现有的各派圣典都增加部派所改编的 这几乎是共同的 我们虽然只现在从佛教来讲 还有自部派特有的部分 唯一一切部派所公认 但并不是圣典的一切 总言之 所谓的佛教圣典 应该不应该有真谓的问题 没有真假 而只是了意跟不了意的问题 你了不了啊 就这个意思 了意就是你懂跟你不懂 这就还容易 方便跟真实的问题 有一个是为了方便说法 权宜的说法 并不是一个佛陀最终的一个说法 说的更分明一些就是 谁世间的好乐 谁时宜 谁对质 谁胜意 你都可以查一下什么叫对质胜意 最后说佛法在流传中一直不断集成圣典 一直都是适应重生的佛法 OK 所以这个是告诉你这是有人的研究 应顺老师的说法 这不是我随便乱掰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有关佛经的问题 这是刚刚讲过 这是应顺的说法 他说佛教界是很受重视的人 所以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我只讲我的讲法 我们就从他们的讲法来看 这是另外一个日本的学者 叫隋也红源 他研究佛经 那个参考书目都在讲义里面 没有放在power point 这个power point 里面 好他说凡是佛所说的法都叫经 刚刚那个时候不一定是佛所说的 就有两派不同的说法 然后这时候所有的什么九分教 十二分教 我们打到分教的时候 我就想说这是台语吗 台语的歌字叫分教 所以我自己就忽然间嗨了起来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这常常只是发音的问题 通通都叫做经 所以佛陀说法可以综合成五部 四阿含 也统叫阿含经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阿含经也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因为现在念起来叫阿含 阿含不就是应该阿甘经吗 阿甘那么有名对吧 阿甘还有正传呢对不对 那时候翻成阿含 我想这含字在当初可能也念成阿 可能也念成 因为台语说含字什么东西 叫阿甘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音可能跟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古音有点关系 那中国南方的一些方言还保留着很多中国古代的发音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闽南语或者台语 阿甘 就接近原来的发音 你用中文用国语的这个或者普通话的阿含 那变成H的音 然后这是G的音 后世就把这些称为叫经账 所以是四阿含 四阿含 这四阿含现在也有从这个巴黎圣典翻译的 我刚刚讲我都买了 所谓的经账意味着经典的级录 这个账呢有保账的意思 有人念长有人念账 账就是保账的意思 公馆那边有个地方叫保账盐 就是这样 那保账盐长保 你就可以看出中国字的这种发音的不同 好那到底几次结集 就是开不开了几次会把佛经结集 这有至少三种说法 至少 大史里面就前面讲的那本书 说他第三章到第五章叙述三次结集 这是比较古的文献 所以他应该相对而是比较正确的 映顺导师说是两次结集 映顺导师是近代人啊 比大史要晚啊 你再怎么尊敬他 他也是比较晚啊 那你就看他提出什么证据 人家说三次你干嘛说两次呢 第三个是映顺导师这么说的 佛教的结集传说非常多 所以他也知道 其中第一结集是王舍 这是一个城 你念佛经的话 还有佛在王舍城 这个叫Rajagraha 我随便念念 我也没学过 所以听起来好像这样 结集 叫获五百阶级 因为那次来的五百个人 不是参加五百的演唱会 五百演唱会应该也叫五百阶级吧 第二阶级呢 叫做皮舍离阶级 皮舍离是一个地方 那时候来了七百个人 所以有这两个阶级 所以总共有一千两百个人 但是这两个阶级什么时候 没有说 那两个阶级差多久 这里也没有说 所以种种阶级传说 虽然传说的部分 这个显然重复了 但都有某种事实在内 只是传说的有点不实而已 这句话有点冗长 因为传说就是不事实的嘛 不是事实 公认的二大结局 为一切布派公认 就是布派未分之前的结集传说 后来就大家分了 就不同的说法 那水野红源这个日本的研究者 说有六次结集 干嘛大家在比多吗 不是 能看他讲的比较的 他第一次是佛灭 佛陀死掉 在佛教的这个传统里叫佛灭 佛灭后不久的五百阶级 这刚刚也讲了 第二次呢 叫做皮舍离城的七百阶级 佛陀死掉一百年 佛陀不久跟佛陀一百年 那已经至少三代以上的人了 爷爷阶级 这个是孙子阶级啊 所以还有没有结集到的吗 一百年前的还没讲完我们一百年后的人能知道吗 你可能有祖传的特殊不传之密啊 别忘了那时候只有写在备页上面 他那个不是纸啊 叫备页传经 是一种一种那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记载的工具了啊 中国古代是在竹简上 在没有发明纸之前啊 第三次结集就第二次 再一百年 在华士城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你看一百 一百两百年了 佛陀死后两百年 佛灭后 后来我看你们这个有人就说 我灭了你这样啊 忽然间觉得 哇好古典啊 这样啊 有一次这个有人登出一张照片 写灭火器 那火字的两点不见了 就变成灭人器 我也觉得实在是搞笑啊 还有灭人 我灭了你 我就对很多文字 我有很多很奇怪的联想 好了 那这一般是讲这三个了 那个硬是老师没讲这个 那第四次 十二世纪在西兰的帕卡马王 怎么看起来都像马卡龙 听起来 我刚才刚刚吃了好吃的东西 现在看什么都好吃 都变东西了 第五次呢 是1868年起 在缅甸巴黎经典的石巾 中国也有石巾 磕在石头上 这样流传比较久 第六次是1954年起 三年间 南传佛教在缅甸首都成立 你看这是缅甸 这是缅甸 这是西兰 这是南传佛教的地方 缅甸后来改名字 我年轻的时候缅甸英文叫米亚马 不是叫巴尔马 现在叫米亚马 我也不知道改了 我年轻的时候 孟买叫做 邦北 现在叫蒙白 真不要活太久 活太久 那名字 光记名字 你都不知道怎么记 我相信一定 祖先也说 以前那叫打狗 怎么现在叫高雄了呢 还好台北一直叫台北 只是新北呢 新北以前不叫新北 好像我们台北是旧北的样子 对不对 将来可能台北城 可能改改阿北城 因为他万一连任的话 就为了我们的市长变总统 他就叫阿北了 佛经节级的具体情形 这应孙老师就说了 节级 Sangiti是等送和送的意思 就搭在一起 背 小学生常常要一起念书嘛 然后进到小学校 你就听到小学生在那边念课文 就这样和送 等送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但和送是这样 节级的形式是生家会议 三个生前会议 节级过程三个阶段 第一个送出 佛陀讲过什么 你们听过佛陀讲过什么 我听过讲过什么 就开始讲 他送出 共同审定 中间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你听到跟我听到不一样 那到底谁的对呢 我也听说是这个说的 大师兄说的对 大家就这样 我们大家可以想 好那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它编成 这是佛经 在哪里方讲的 所以佛经的开头都是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哪里 哪里 哪里 佛在王舍成 舍未成 佛在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当时有多少人 还有什么天人 天龙 什么都有 阶级的经历 赖专业的持终保存 我们很多人现在 用这种想法 不行 你知道在伊斯兰教的地区 有些小孩子能背诵 整本古兰经 在台湾跟大陆 有些小孩子读经 可以背整本的经典 论语啊 或掐经典 那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事情 小孩做得到的 你让他看电动 去背宝可梦 有多少支 那也都背得到 那也都做得到 好所以 义持经吧 有的人是非常 记忆力非常好的 尤其在古代 没有这么多的 旁骛的时候 有些人的那种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不能以 现代人说 哎呀 现在人都背不起来 那是现代人啊 我们现在知识太杂乱了 古代人有人是可以的 专业的 持诵的 然后义持经法的 叫做多文者 这叫做背的书非常多 就是一个 walking wikipedia 或者walking有声书 你叫背哪一本 你按一个扭 就出来了 这样类似这样 或者是诵经者 汉语叫经诗 不要小看经诗 后来讲经诗 人诗 那看这有的是旧词 就马上叫做律师 不是现在lawyer的意思 义持戒律的 佛陀有没有特别告诉我们 什么事 不能做的 有人就记得特别清楚 这不能做 那不能做 这不能做 那不能做 佛教有五戒 几戒几戒 七戒几戒的 那有的人要说 当什么居士 要几戒这样 有人戒酒啊 戒烟啊 戒妄语啊 像我就不能戒 因为我戒了 我就是不能上课的 因为我常常会讲乱七八糟的话 两大阶级 这是应孙导师说的 不仅是法语律 就是经跟律 这个法不是法律 是佛教的经 经就重要的思想的意思 叫法 像法古山叫法 那个法是早先的意思 就达玛 是个原则 是个道 类似这样的东西 跟律 律就是戒律 佛教有这个经 有律 还有一个论 论是后来的这个 佛教高僧 对于这个佛头的教诲 的一些阐述 佛教的三宝是 经律论 大家舍 Maha就是大的意思 Maha Kasa Pa 就是家舍 为什么就这样念舍 论语里面出现这个叶子 要念舍 叫舍公 你可以这样叫Kasa 所以是翻译Kasa Pa就没有翻译了 就不要把所有字翻出来 所以就Kasa 所以大家舍 Maha Kasa 听起来就像是 真的会讲话的 还有一个Pa 还有阿难 Ananda 你看到吗 这打就不要了 就取两个字就好了 这古代人翻译的时候 的一个原则 他们有严重的论证 两人意见不合 阿难是佛陀的亲戚 而且就在佛陀的身边 跟着他 然后你想这大 Kasa 传说中 他就是那个佛陀讲法之后 他坐在下面 碾花微笑的那人 佛陀的传人 你说佛陀是要传给Kasa 还是要传给Ananda Ananda是自己的血缘的人 那假如是碾花微笑的 所以像我没生小孩 你说 孙老师你传给谁 反正你们谁得到都行 如果你真要传 网络上都有 那当然这两个人就有争议啊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跟我不是这么说的 就吵起来了 所以你看佛陀的 严重的论证 严重啊 这还是印尚导师写的 不是小报导师写的 好 这个Kasa 又跟富兰娜 Purana 可见这个富原来是P发音的 也有旗舰 这个大家设是跟大家出什么事 这个人是 显然是跟大家关系都不太好 没有做那个 没有好好做认识同学作业 同学帮我写一下 赶快交卷 我明天就 大概是这种态度 你这种态度谁跟你好 第二节级的时候呢 东西方对立了 以授取金钱为主的时事实益 我们帮你做法事 能不能收钱 服务费嘛 哎呀 这做法事怎么能收钱呢 就这也吵起来 事实上 节级跟旗舰是有关联性的 为什么要节级 我们这派人想的跟你这派人不一样 那我们来出一本 我们怀念的佛陀 佛典语文的争议的问题 就到底佛陀是用什么话来讲 我听说过 有的人现在强调要追寻到佛教的最原始的语言 所以不要相信汉传佛教 汉传都是翻译的 所以我们要从巴黎文或者从梵文开始 但是这里面其实早就告诉你了 这边有讲到这个 这已经是1971年就发生的事情 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所以汉传 这个自从藏传 有人就开始信藏传佛教 认为他比较接近佛教原始的意思 有人说你干嘛还信藏传 藏传还从南边传来的 你去学西兰文 学着巴黎文 学泛文 那才是比较原始的经典 但是汉语的经典里面 有一些在原点已经消失了 只存在翻译本里面 就是汉语的权 所以这里就是有这个曲 他说你看啊 说近代佛教开展生中 有巴黎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 最接近原始 那这你讲完呢 汉传的人混什么 我混了几千年中国佛教 然后现在你说这都是翻译的 都是二手的 就不念了吗 这是基于传说 是这个叫赤铜蝶部 听起来像是游戏里面的那种 很坏的那种赤又铜蝶 那么都是钢铁 你不觉得吗 那主观你们忘 你不要以为这是真理啊 这是这一派人 这一派人叫Tamra Tamra听中文像骂人 然其他部派大乘佛教 都可能引起误解 这一传说 现在早已不为学界所接受 1971年说的 现在又重新来过 不存在单身的近代佛教研究 特别是研究印度佛教 原始佛教研究 受西方影响重视巴黎语 现在都翻译巴黎 所以巴黎圣典协会 是英文 英国人他们支持的 也翻译了一些书 我刚刚说了 他的四阿含经都有 然后或者吧 看作原始佛教唯一用语 认为佛教原始原始 是用巴黎文的 讲错了 不是这样的 这对华文翻译的经历 自然不予重视 对大乘佛教 不免有多少影响 这大乘佛教 相信人就少了 研究人也少了 对这个问题 我以为 佛教圣典成立的实际情况 应有合理正确认识 那什么呢 就是唯有理解圣典集成的实际情形 才能了解巴黎圣典跟与之相对应的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 对佛法 大圣佛法 秘密大圣佛法 就是秘中的圣典 才能于肯定 肯定骑在佛法中的 这个骑打错了 在佛法中的意趣跟价值 所以他还是强调有 但人家说 那你是汉传的嘛 好 那这个说 这争议 谁也红原日本人的说法 说今天没有一个经典 是用世尊当初的那种语言写出来 连巴黎都否定 那不是 佛神不是讲那种话的 都是其他地方 汉代的印度文写出来 汉代以后的印度文 你知道这是高明到哪去呢 我是翻译的 他也是翻译的 巴黎圣礼也是翻译的 那有录音吗 好 所以佛法翻译的主要语言 有巴黎文 现在目前为止 受到很多很大重视 范文慢慢已经不太重视 因为巴黎文更早 汉语呢 这个就尴尬了 尴尬 藏文呢 现在很多人重视 因为藏传密宗 然后呢 尤其是有钱人 台湾的有些有钱人 是把活佛 或者那个藏传法师 攻在家里的 还有一个人拍的一部电影 真的是攻在家里 吃喝不尽 在我看像软禁 然后这还有日文的 还有英文 日文的圣典很多 英文现在慢慢也有 好 那水也红鱼的看法 佛典翻译后的形式 所以通常佛教经典 有一定的形式 开始都说 如是我闻 也是佛住 或佛在 什么国 最后都说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或者皆大欢喜 受持佛语 作礼而去 听完了 好高兴哦 不是像各位 哎呦 下课了 人家是学到好东西 要去实践 然后这个是佛语 佛陀的这个经典 然后如是我闻 我也是就像这样 这是翻译 其实这里面 有一个不同的翻译 那这个我是谁 等一下会说 所以以下是佛陀的说法 听到这里就 无条件 相信不移 这是佛经的做法 伊斯兰教的 所谓的圣训 也是类似做法 他做法更完全 更 我觉得更好 谁听 牧圣说的 谁听谁 跟牧圣说的 所以有的是直接传的 好 所以这是如是我闻 接下来 其实我闻的我 有人怀疑此之不当 因为佛教主张无我 这都是 这都是半截知识 基于这样观点 才有不少汉语文 干脆不用如是我闻 敢用文如是 现在比较多佛经 都是如是我闻 尤其不少古代翻译的佛经 都用文如是 这比较古代 我觉得可能是格式的问题 而不是因为有我 跟没有我的问题 不过这是日本学者说的 法华经 日本人很重视法华经 古译是正法华经 也采用文如是 不过如是我闻的我 不是佛教那个否定的 那个我 而常识上说的自己 当然没有必要 连这个常识 我也要否定 这是他的说法 大部分说法 这是我 就是 阿难达所听到的话 所以 阿难达有的时候没听到 不可能一天到晚 跟在佛陀旁边 对吧 不可能一天到晚 但他大部分时间在 至于如是我闻 这句话 说是阿难的话 很多人叫阿难 OK 那这个是指 佛陀身旁的那个 他说原因是 这个佛灭以后呢 第一次结集 阿难根据自己的记忆 把所有经典都如是我闻 在大庭广前送出来 因为阿难是 表示他博学多闻 所以他是佛陀弟子里面 记忆力最好的人 所以都相信他讲的话 他讲的话 就是真理 就是佛陀讲的话 简单讲这样 佛经的形式和宋读的 因为宋读重要性呢 所以 纠摩罗石 这是一个中国佛教史上 很有名的一个外国人 宋经的时候注意到 除了正确传达意见之外 注意顺口意读 和文章方面的整理修饰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以前的翻译 文如是读起来音调欠佳 我这不知道根据 谁的标准音调欠佳 我觉得只是四个字 比较好背 有的研究是这样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 皆大欢喜 授持佛语作礼 而去散文用四句 可以读出好音调来 所以五世纪的时候 五世纪的时候 纽摩罗石就创了 这种翻译方法 佛经大概都是四个字 四个字多 也有六个字的 也有七个字 我上次读到一个什么 就是说人的记忆 大概七个字一句 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以前没有文字的时候 要靠背诵 所以你看唐诗 就等于七言绝句 七言律诗 八言九言十言 都不太容易的 所以这有一个极限 那四个字 大概一般人都还可以 所以中国的情语 很多是四个字 有这样的研究 好 这个金藏所谓的三藏 我们这个唐三藏是最有名的 对吧 叫三藏法师 就表示他金也很熟 绿也很熟 绿就持戒律 三藏法师呢 就是不像那个西游记里面 写成那样 大家都想吃唐僧肉 三藏法师呢 其实是金绿论都很 都是很熟 尤其对戒律 所以他绝对不会做非分之想 那都是猪八戒想的事情 猪八戒 我就常觉得说 那拜比 三国演义的拜比 不三国演义 七游记拜比 就是出了猪八戒 没猪八戒 好像也就不会这么热闹 那个取经就是一个 非常乏味的过程 很多戏就是 不然的话 孙悟空背着十五 一下不就到了吗 Ovali就结束了吗 对不对 一集都不必 十分钟就可以了 来个微电影就行了 还要演那么多集 好 那这个法 经 就是所谓的经 跟律 是分别结集 同样以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音译 原来的 现在拼成英文叫Sutra 就是散文的方式 那经部方面呢 有这些地 然后这个中部 长部 真一部 这都是阿汉经 还有相应部 四部 这叫四阿汉 佛经的传播 佛经真的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 你到图书馆去都看得到 四人大概很少人藏这个 有南传大藏经 是一整套 1893年的印度圣典协会 1895年 德国学者Marks Muller 就翻译了佛教圣典 这个有十几 一百册左右 我在各大图书馆打工的时候 曾经看过这一套书 在厨价上 不是看完 看到 眼睛看到的看到 35年 日益本完成 然后1990年 98年 台湾高雄的 元亨寺 综艺本完成 我那时候去问 好像说 一万多块就可以买到 我曾经还动了心 要去买这一套 后来有人阻止我 说不要买 我说为什么 翻得不好 所以有人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后来也没买 省掉一万块 省掉好多空间 另外日本的大政大藏经 大政时代 然后是日本的高南顺次等人 编辑 总共一百册 台湾的新闻风 又引印出版 它主要是汉 主要都排汉字 所以很多人可以看得懂 像我们所谓的大藏经 很多就是这个大政大藏经 然后宋版的击沙藏经 这个在陕西发现的 然后刊印 这比较没那么的普遍 金朝科的 这是一个范城法师 在山西发现 九三三年 三五年 可是那时候中国动乱 所以在这种经典 也很难 如果现在大概就容易一点 海峡两岸都有信徒 愿意在意 乾隆大藏经 还有智慧大藏经 上海编印的 没有完成 佛教大藏经 是佛教书局 1978年 佛光大藏经 是台湾的佛光山开始编的 这边的资料是到1999年 还有中华大藏经 大陆的中华大藏经编辑部 开始编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到郭文博物院 可以看得到 但我看完我才知道 这是从wikipedia上 download下来的 说呢 藏文的大藏经叫 干诸尔布 这个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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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秘密 般若 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 这在大藏经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宝基 华盐 诸经 戒律等六大的部分 总共有1057部经典 总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绿典的藏文译本 藏传就靠这个 然后法典细为 清朝孝庄皇太后 如果你看清宫剧的话 他常常出现 叫大玉儿好像是他 圣主康熙皇帝 知识下修照 完俊后呢 总集宫廷收藏的 艺术普录密殿 朱林初编中 称为 尼金写本 藏文龙藏经 尼金写本 都是金的 金本写的 简称为龙藏经 是清朝第一部 尼金写本的 藏文甘诸尔经 意思为以龙为名的 大藏经佛典 龙藏经几位精美 现长12韩秘密部 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国立故宫博物院 另外96韩 常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你知道台湾的 那国公博物院的 那个礼品部 弄了一个小的 那个刊 就装着龙藏 我以为龙藏是汉文的 不是是西藏文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 也是看不懂的 听说藏传的法师 或者这个 法王要去看 有时候国公博物院 还可以破例 让他看一下台湾 好那西藏大藏经 就这些 台北南天书记有 南天书记就在麦当劳后面的巷子里 好那这个以上是有关一般的佛教的经典 然后这个是佛陀传记的文献 佛陀传记文献呢 有时候佛陀就被叫做世尊 中国人把喜欢的释迦摩尼佛嘛 就觉得他姓氏嘛 不是他姓氏家 他不姓氏 OK 就像金城武 姓金城 不姓金 我也姓金 金城武的金 金城武姓金城 他说我是一能净 得一 一能净心一能 我们很多人就觉得 人家这三个字的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念法 不是世尊 尊是尊称他 世尊 在阿罕经的原始经典里 根本看不到佛陀传之类的东西 这强调的不是佛陀的生平做什么事 这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觉得人的生平很重要 他做什么跟他讲什么很重要 但是他们认为都是佛陀讲的话 在世尊时代呢 佛在弟子面前没有必要强调佛的事迹 只谈佛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他想的 为什么不呢 同学上课有时候不太喜欢老师讲的东西 喜欢听老师的八卦 老师你念大学的时候 追过几个女孩子啊 那就像政治人物 你要不要选总统啊 这种都是无脑题 大家对这种无脑特别有兴趣 那你市长你出去做了什么 这没人在乎 然后只在乎你要不要选总统 你大学谈过几次天爱 什么之类的 老师师母是不是你最爱的人 什么之类这种奇奇怪怪的话 没有必要强调佛的说法 弟子的关系已经所有的信仰跟实践的事情 根本不提事迹方面历史事实 所以很难重建佛头的故事是因为这样 佛命以后两三百年 开始对世尊会议逐渐淡薄 佛教徒都想把传记综合起来 如果你在两百年后才发现重要 那你再去重建 那大概假的东西会比较多了 重要的东西要当时觉得重要就赶快做了嘛 所以呢各部派开始拥有自己的一套佛陀传 所以这个造假的机会可能比较多 或者造自己意约水的机会可能比较多 这样一台佛陀传种类繁多 汉语就十几种 近乎梵语原点佛陀传也有两种 一种是巴黎语 还有西兰 西兰就是现在斯里兰卡 缅甸等等地区流行的佛陀传 所以看你在看哪边的佛陀传 然后最现成的佛陀传记里面 古老的应该是那本佛教梵语的大事 就我们前面讲到它有若干类似的 不难从汉语的佛本型集经看出来 所以你可以从汉语的经典 还是有它的重要的地方 尤其在很多佛教经典 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 如果要以历史方法做一种正确的研究 一定要比较一下各部派传下的佛陀传 参照原始经典的资料 从中选择那没有动手脚 掩饰跟矛盾的旧素材 我是赞成这个 所以我在讲介绍佛陀传记的时候 基本上是参考了很多资料 不会只看一本书的 那佛所行战就是这本 这是我后来拿去印的 漂漂亮亮的小小本 觉得可以摆在口袋里 印了一千本 花了三万多块钱 还自己教订 我找了学生教订 那学生现在赢过试 从来没有人印过这个当善书 我这一千本发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怎么不是阿弥陀佛经 怎么不是什么经 怎么是佛陀 然后这个是用语语翻译的 五个字五个字的 拍板很好看吗 也有六个字的 结果大部分人都读不懂 光是第一句就没几个人懂 有点可惜 这是马明菩萨的 我觉得其他我就不细说的 另外有的作者写佛本心经 就是佛头的故事 有的也不太完整 马明菩萨经说是用诗来写的 有我买到一本英文翻译本 那我曾经差一点考虑要用诗来翻译 他发现我怎么搞错 我根本就是不会写诗的人 我还用诗来翻译 所以我就觉醒了 我就变成佛了 知道这是做不到的 还有这个 众许摩赫地经 什么斯加罗刹所集经 这都有一些佛陀故事大事 可是南传大藏经没有收入这个大事 那我参考了很多 郭亮云先生的说法 他不是严格意义的佛陀传记 等一下会引到大事的一段 然后这也是佛教 汉译经典里面 跟佛陀生平有关的都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 这些经 这讲义里面都有 那除了普耀经 方广大庄严经 佛本行基经 佛所行战 跟佛所行经以外 有关佛陀的经文 还有这些东西 中国历代高僧 依据汉语佛经还撰写出 许多佛陀传记 这就不再一一列出 所以这也是参考 然后我找到的 早期汉语的有一个历代 佛祖历代通宅 我后面有引到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叫释迦普 这是北齐的时候 一个僧人叫僧佑 他所编撰的释迦的家谱 还有他的故事 这也是从不同的经集合而来的 是一个像选集这样的东西 那巴历文 据郭亮云先生说 三藏中没有完整的传记 现在有一些已经有中文翻译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 这些看起来都怪怪的字 尼迦也叫尼卡亚 然后中尼迦也 杂尼迦真尼迦 就是四部阿含经的 另外一个翻译 另外一本叫神通游戏 我写的时候还不知道 这本书还没出版 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了 中国大陆的 神通游戏 为什么那么厚呢 是因为一边是梵文 一边是中译本 所以就 其实是两本合成译本 这个叫神通游戏 或者方广游戏经 是大圣时期的这个中经典 有27品就27章了 叙述佛从降生到初转法轮 初转法轮就它开始宣誓佛教了 这专有名字叫初转法轮 所以你到西藏地区去 或藏传佛教 常常有一个轮 你要这样摸着 这样过去的 就是那个轮子会转 会带来好运 如果你有机会 到这个藏传的寺庙去 不管在大陆 或在其他地方 都有这种转轮 他们有卖那个 像玩具一样的 那样会转 听说那样子 可以提醒你 然后这一品是什么 什么什么这样 然后讲什么的故事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反正现在已经有综艺本了 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那佛陀的这个特别地方 是他的前世 因为他们相信生命轮回的 这个想法在很多文化都没有 所以他相信生命轮回 所以在他变成 我们所知道佛陀之前 他已经转世又转世又转世 转到你的头昏了 他没有 那本圣经就是讲这些东西 本圣经的半语叫Jakarta 跟巴黎语也一样翻成 所以你说Jakarta 这嘎如果还念茄 这就跟这个有差 对不对 那这个字呢 那要念什么呢 这个字可以念舌 也可以念堵 那该念舌还念堵 应该念舌 接近现在的舌 所以这应该是Jakarta 或者舌堵 不然的话 每次我看到这字 都觉得很尴尬 然后昔作本生 本起本源 或者叫本生坛 这坛有的是这个坛 本生化本生经 或者就叫做生经 是指佛陀还有他的弟子 过去几世修行的故事 就特别指释迦牟尼佛 于过去无数节以来 修行种种菩萨行的故事 这里面就是一个历程 一个不断的修炼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历程 其实蛮有鼓励性 蛮有鼓励性 所以好像看起来要到佛陀的这种境界 是需要不断的累积的 本生经是这个 在成正觉 就是他没有觉醒之前 于二十四佛 北传说是六佛 是不同的身份 实行菩萨道的行为 跟得业 业子打错了 应该是事业的业 还有生前的事 说故事方式表达 是教育素人的教材 别忘记后人编的 希望你仿效佛陀 希望你怎么样 就编一些励志的故事 就像你现在 人家老师啊 长辈可能介绍 你看一些励志的故事 一样 什么乙武洋筐啊 对不对 在没有爆发丑闻之前 那都是很励志的故事 你不会看完那故事 就把自己的四肢给剁了吗 不会吧 这个故事不是叫你 就告诉你 要在逆境中 你都还要继续保持着 这个乐观向上的精神 就没想到那家乐观向上的 过了火了 本圣经都是宣说过去的故事 所以叫本圣谈 好 那本圣经的范围呢 依照有一个书叫六度集经 他把这个六 就六种佛陀的这个善行 一个叫布施 你有多少东西 要给大家分享 这跟共产主义的想法 没有太大差别 所以刚刚有个同学说 老师我有政治不正确的想法 我相信共产主义 我说你大陆来的 他不是 所以共产主义 也不仅是大陆来的人的专利 布施就是这样的 你有钱你分给别人是什么不好 那当然是你志愿分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你强迫分那就有点怪了 这是我们现在的布施 那当然你有多少给多少了 不要说捐款的时候 大家谁给一千 然后其他人就在一千以上 像总统一捐款 你绝对不能超过 总统的捐款数量 总经理捐款 你也不能超过总经理的数量 那是一般人都了解的 布施持戒 有些人不能说 不能说妄语 不能欺骗人以外 你要怎么样 那戒淫戒色 戒什么麻烦 那要戒很多东西 这持戒 忍辱 人家骂你 你也都忍啊 不能就呛回去啊 你什么东西啊 你看不去啊 你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会就是省掉很多麻烦 有时候人家也不是看不起你啊 你干嘛就什么话都就觉得 你看他 冲啥小 怕啥小 我们小时候就觉得 在路上最好不要看别人 就看地上 因为看地上还有个好处 万一有人掉钱了 你还可以捡得到 对吧 你要看别人 别人看你不爽 然后就说 就会惹麻烦 精进啊 不断的每天精进 禅定啊 禅修啊 智慧啊 那智慧当然就是 很多这个跟佛教有关的了 智慧每个地方讲的不一样 那南传的就叫做布施一样 护戒 这叫持戒 出离 智慧精进堪忍 真实决定 辞跟舍 辞跟舍 那跟布施差不多 这是一个专门研究 这个本圣经的一个 一个佛教的学者 那南传的 本圣经总共有 五百四十七者的故事 然后这个 它这个有三旗百节 这个旗是 好像是一个单位 反正就是三百的 几个倍数 然后南传的说 是有四旗百千节 天哪 这反正在印度佛教里面 出现数字 你就知道 就表示很多很多很多的意思 懂吗 不要太去计较 它真的是多少 那这个故事很多 然后有六 波罗蜜行 波罗蜜是智慧的意思 不是你吃的那个东西 虽然你吃的东西也叫波罗蜜 它不会走路 所以波罗蜜是学这个的 希望你吃了以后能够长智慧 而且那个凤梨的长相 实在太像佛的头 对吧 在那个圣歌传里面 那佛的那个头发 好像还是一个可以 还是一个戏剧的一部分 我那天又回家太累了 所以我中间不要睡了多少分钟 就睡过去 然后最后它就结束 我后来就看了电影版 那有一集的 看起来差不多 还蛮有意思 涅槃 好那南传的呢 也包括十波罗蜜行 这才六 它就增加到十 一般学位认为 世尊的本声坛是印度民间故事精华 许多印度古代有道德人士的每个的故事呢 就借着这个来当做教材 就把它都说是佛头做的 其实这些人你可以说佛是一身 也可以说佛有很多分身 这些做这些好事都是佛 你可以这样解释 不一定要用前世来解释 但反正重点是教人为善 简单讲是这样 你要非常非常执着的 和他说没这种事 那你这都不必读 如果你要比较广泛来看 说为什么要这样讲 这是为传教的需要 你可以看到反正鼓励人为善 我父亲以前说 信教呢大概两个原则 你可以注意 第一不骗财不骗色 然后做好事 大概就可以去信 如果骗财骗色 而且不做好事 那这种教你就不必信 所以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所以虽然我什么教也没信 有些教也不是因为骗财 不是因为骗财骗色 所以我不信 不是 那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提倡菩萨道的本身故事 还有特殊方式编程的 北传本身经 还有南传本身经 北传南传故事会略有不同 那本身故事的格式 都告诉你今生故事 说明佛陀讲述前身故事 在哪里 跟为什么要这么讲 然后前身故事呢 讲前身故事 然后祭送诗 那个祭呢 就是佛陀的 佛教的一种诗的语言 比较容易方便于祭 祭展它 以前齐玉唱一首歌 好像就叫祭 是齐玉还是振 振什么 是不是把他名字给忘 就叫祭 那就是 我讲了一堆大道理 实在很难记 同学 我们来画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 叫你一个口诀 然后就背起来 类似这样 所以因为以前 大部分人都不是字 或者没有这种 像我们这样 很好的阅读工具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讲一些 你背得起来的东西 各位在考试的时候 也学过嘛 背口诀嘛 好 那还有注释了 解释词的意思 还对应了 就是故事角色 跟今生人物 对应起来 以前的那条猪 现在变成什么 那以前的猴子 现在是谁 什么之类的 那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里说 小品中 这是一个文 是一个佛典 所以佛头不准用梵文 表达佛语 不准用梵文 梵文是当然希腊 印度用的 基建林 大陆的学者 就推测 佛不准用梵文 传教的原因 为什么他不用梵文 所以佛教在出兴起的时候 在很多方面 是当时的赞统治地位的 宗教波罗门的一种反抗 佛教是反对波罗门的 佛教是众生平等的 印度是总性社会 总性社会 你说众生平等 威胁最大的是谁 当然是那些占据有资源的这些人 就是波罗门 所以你提倡佛教 波罗门当然不爽了 就像你是资产阶级 你有很多田地 然后你来共产党来了 要分你的 你想凭什么 凭什么你要分我的 所以这革命起来说 那凭什么你拥有这些财产 你还不为父不仁 所以就这样来 这个历史我只是稍微简化了一点 各位有机会去多了解就知道 凭什么拿走 所以资本主义基本上承认私有财产 后来中国大陆或共产党的几个像越南 像这个中国大陆 像古巴开始承认私有财产 北韩到现在不承认私有财产 就是某种程度的私有财产 土地还是国家的 但是你可以开始有自己赢利 这个事情已经跟共产主义的原始理想 已经有一点不一样 好所以这也是一样 所以威胁到这波罗门 他坚决反对使用波罗门的语言 我不要用我们那个 这我也不懂为什么 应该说服他们不就可以解决一切吗 都是非常自然 尽管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范文的发展 达到高峰 如果使用它可以使宣传带来很多好处 对啊 而且宣传的让那些需要被改变的人 自己改变 这不是更好吗 不然的话你靠革命 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啊 还不一定隔得成啊 对吧 如果使用它的话 可以给宣传教育带来好处 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 佛仍然丝毫不假考虑 并且骂这两个比丘是傻瓜 佛陀也会骂人 这个两个比丘 大概出于波罗门的关系 脑筋里还有一点旧思想 所以向佛建议采用范文 因而受到佛的喝斥 那刚刚讲的部分是佛陀生平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他的思想部分 透过他的话语 大部分人都觉得思想要看话语或文字 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有时候行动本身也可以代表很多意义 所以这个我会比较注意行动的部分 那这个阿含经刚刚讲过 现在翻成一个叫阿甘 这个还M结尾 这样子 然后现存的阿含经不一定是佛的说法 原本传下去 有些阿含经你看汉文也是一样重复的非常多 为什么要那么多重复 是因为它帮助你记忆 在没有文字时代 所以转成文字时代以后 你看起来就快发疯了 有很多佛典现在的翻译 重新的翻译 都是利用这种方法 我上次也看过一本 天哪我看得快发疯了 不断重复 不断重复 就觉得说你是跳针这样 要我叫你姐姐吗 佛的教理是佛灭三百年到四百年间 由嘴巴传到耳朵 口诵下来的 不是以经典的方式传写的 因为全部靠记忆 所以难免有意无意这样若干变化 我觉得还不是这个 因为靠记忆传承 所以常常有重复的地方 这是我觉得现在用纸本来看 尤其看文字来看 会觉得很没有必要 然后目前北传的 就是汉传的 阿含经呢 并非最原始的阿含 是部派留下来的 那长阿含 因为它比较长 因为有很多短的 所以就是长不是长 长阿含有法杖部传下来 真一阿含 是大众部传的 然后中阿含跟杂阿含 则是说一切有部传的 这说一切有部是一个部派 这是也是研究本身经的这位说的 那这有一个表 我在讲义里面都比这个详细 这也是就是那个巴黎的 这是汉译的四阿含 然后这是水野红圆的 长部呢在巴黎文就是汉译的长阿含 原来有三十四经 到了汉译只有三十 所以少了四经 中部 中部在一百五十二经 可是中文的中阿含 却有两百二十二经 所以保留的比较多 应该不是伪造的 所以汉译它的重要性 就是它保留了 已经在原来巴黎文 没有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讲 相应部是五六相应 这个中文叫杂阿含 它只有五十六 这边有一千三百六十二经 你看它丢掉多少东西 征织部 什么义法乃至一义法 这种义法乃至义法 这我就不太明白 还有一个小部十五篇 中文就没有 所以各有短长 这里用正表格就很清楚 佛陀的说法里面有一本 中文很少人重视的 在英文里面经常 可以看到人 就是有一本叫达玛帕达 这达玛呢有不同的拼法 可能是梵文跟巴黎文的问题 就是法句经 法句呢是一字梵语 达玛帕达或巴黎语的达玛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 少了一个H少了一个R 念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达玛帕达 达玛或达玛 这是不同的翻译法 就是法教法真理 或理法法则 帕达就是脚 足迹 句跟语 所以是法句 就是这样来的 有一本中文的翻译 就叫真理的语言 法句经就叫真理的语言 这非常非常非常白话 它翻的是像白话的这种诗的翻译方法 所以达玛帕达法句经呢 是一法之句 就真理的章句 或真理的语言 第二叙说 佛陀教法的记句 比较容易背的 第三是做隐身意 就佛陀所说真理的道基 可以达到涅槃 他的那个内容就相近于论语 就是就纯粹是那样 没有什么故事 他讲的话 法句经光文的书架上 就N个版本 还有那种小版本 这个法句经中文的英文的 那中文的版本相对人是比较少的 他最早成立是大概在第二阶级的 最后一段时间 所以大概是公元前350年到276年 那当然这个 这种说法都不太准确 因为佛陀什么时候死 现在都不一定 有五种说法 如果佛陀死这五种说法 那这个书到底哪一年 这不可能在佛陀死后太近 所以这等一下我们到后面就知道了 所以这都只是一时的说法 一时的说法 那这个郭梁余先生说 南传大上经的另外一个叫 荆棘 荆棘这个呢 大陆有一本 台湾的佛光山也有一本 这个法古山也有一本 叫荆棘 叫Suthanipata 荆棘也是个重要经典 他送去早期的佛教的经文 有三部 包括牟尼记 牟尼经 牟尼就是慕尼 所以这个牟应该原来 要练成慕 不该练成慕 应该是慕尼 慕尼有文的意思 所以释迦牟尼佛又叫释迦文佛 就这样来 所以这牟尼是有文的意思 所以这有这几个经典 现在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不管简体或繁体 他整个经集呢 是从语言到内容都还是自成一体的 主要涉及的是佛陀的伦理观 而不是有关教育的抽象思辨 反映的是原始佛教状况 僧团组织形成 以前这形成两个字打错了 佛教徒独自隐居修道的宗教生活 就是一些指引 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引 经级 这都是一般佛教徒不会念的 法剧经安的 他们都念阿含经 什么的 那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 真的也比较容易看的书 如果各位找得到的话 所以就是介绍法剧经跟经级 阿含经前面介绍过 大概我们要教的佛教 不是那种高深的佛理的话 大概这两个东西都非常平常 非常普通 都是讲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事情 接下来佛经的诠释 有几种方法 这告诉你一下 所以这个跟圣经跟其他诠释 大概差不多 就一般在试经的时候 广泛来讲 有所谓的试经学 这个试经学一般认为 只有基督宗教有 你到校园书房去 你去找什么 你问他有没有 基督教试经学的书 有不少本 中文其实也有 但没有专门 最近我只看到一两本 叫佛教试经学 解释经典的方法 就是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佛经中彼此矛盾的时候怎么办 有时候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佛教的教理应该是一致的 彼此矛盾怎么办 这就有一个叫做教相叛事 非常非常拗口的话 就融合贯通矛盾说法的方法 你碰到矛盾你怎么解释 南北朝时代 那个时候是佛教刚介绍进来 而且佛典介绍不完整 有些东西是一个聪明人想出来的 说人人都有佛性 可是当时介绍进来的经典 没有一个经典讲到这句话 等到后来有一个经典介绍讲到 他怎么会知道推理可以推出来 佛理如果是这样 那他一定觉得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都可以成佛 这是很容易推论出来 但是有些人太死板的执着于 经典上讲什么你才能讲什么 经典上没有的都是他没讲的 你不知道去推论 所以是以统一而不矛盾的观点 去判断跟解释 世尊那一代的内容 如果矛盾了 那就有一个是假的 他没有想到 如果矛盾了 可能是他意见改变了 或者听的人记载错误 或者这个矛盾 有一个更高的统合的方式 比如说 你可能碰到老师上课告诉你 同学不要说谎 然后后来老师跟同学 因为什么校长经过了 我们要不隐藏什么 就大家说谎 那你会不会觉得老师是矛盾的 你就是对啊 老师叫我们不要说谎 可是你看刚刚校长来的时候 他就跟着说谎 那他不要相信他 那有人可能认为 老师叫你不要说谎 是为你好 然后刚刚校长经过 我们说谎也是为你好 万一老师不说谎 大家就惨了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把前后矛盾的东西 用这种功利的方式 可以把它解释过去 所以隋藏以后呢 就把经典跟哲学书上的教理学说 变成这种价值判断 努力证明自己皈依的经典是错 佛上至高无上的东西 所以自己相信的是对的 如果矛盾 我的经典是对的 别人经典是错的 这叫教相判施 另外两种观点 所以关于佛经有相反跟矛盾的说法 有两种看法 第一个世尊的教理 世尊就是释迦摩尼佛 是根据对方的智慧优劣 就根基立顿 他跟你讲的跟某家讲的跟某一讲的不一样 这在论语里面叫应财师教 所以你看起来是矛盾 其实是不矛盾 因为是根据那个人不同的根气 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子禄跟这个 然有 就说文思行诸 老师听到了是不是就该去做 听到对的事情 子禄这么问 孔子就说有附凶在 你要考虑你爸妈考虑你家人 你怎么就听到什么对的事情就去做呢 不能这样 考虑一下 另外一个人说文思行诸 他说文思行诸 你要去做啊 赶快就去做啊 旁边一个同学在旁边听着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人问你的时候你这么说的 这个人问你的时候你是这么说的 他说因为子禄这个人太过冲动了 所以什么事情就要多考虑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太过被动了 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畏首畏尾 谁鼓励他 就这样 所以孔子就把类似这种听起来相反的事情 因为是不同的教育方法 所以这个前面讲的是类似这样 所以这不是只有佛教专理 所有的宗教都这样 好 世尊对所有的听众都说明一件事 殊不知 每个听众智慧跟其经验不一样 同样的教法却有不同的受用 有人以为这是浅显的教育 有人认为很深奥 这个奥子打错了 仿佛螃蟹仿造假壳决动一样 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什么故事 我对这种昆虫很不了解 即使聆听这种教法 听众都会依据自己的理解能力来受受 结果呢 每个听众受用的教理 变有高低深浅的不同 这个在 我以前读过 我也一阵子很喜欢读佛经 在《维摩结经》里面 有一句寄语 我觉得非常好 有一次有人还更正我 他也是学佛的人 说老师这句话 不吃出自《维摩结经》 我就吓得 我觉得怎么会呢 我才刚读过呀 我读的经典不多 我不像那些宝读佛典的人 他可以知道什么 我只读过这几本 这佛经就是这句话 佛以一阴眼说法 佛讲出来之后是一种讲法 就一个声音啊 众生随类各得解 众生就因为他的不同的类 这个类就包括你的所属的团体啊 你的过去的教育程度啊 等等的 各得解 就阿元老师讲的是这个 阿元老师讲那个意思 这个龙树菩萨 这是另外一个人 不是一棵树 我第一次看到说 哇一棵龙在一个树上 龙猫吗 还怎么样 不是龙树菩萨大制度论 这本书我有 我从来不敢看 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学问 提出叫四西谭的说法 西谭是教法的意思 这大也是翻译当成 叫世界西谭 各个为人西谭 对治西谭 第一些 就是你在解释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来解释 这个有解释我就不说了 就是有的是靠着这个世界 有的靠各位 我就前面比较容易懂 这个我比较不懂 所以我只是弄出来让你知道一下 最后一个 这很重要的 你看很多古代的佛 高僧的佛经解释 随朝的有个天台派的大师 叫做五重悬议 听起来现在都像日本东西 就第一个你讲佛经是要考虑它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所以你要考察跟注释该经的名字 为什么叫做大般若经 比如说为什么叫阿弥陀经 为什么叫金刚经 为什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心经 比如说这几个 为什么就刚刚读完了 唯摩戒经 那个经 变体 搞清楚该经典的实相 正体名中 渊流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古代经典 像金刚经 就有人注解的时候 完全根据这个名称 什么变体 论它有什么功用效益 叛教 等等等等 这教相叛事前面说过 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 就像导读一样 就非常清楚 让你知道这经典的 这个外在跟内在的关联 然后等你去读那本经的时候 会比较有感受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佛经 主要是这个最近重印的 就是所谓最近 那就是民国以后的 可能唐朝以后吧 都有上次讲过 那个武则天的那句 开经记 所以你理论上 你在读佛经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 要先念这个 无上甚甚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矣 有的还念三遍 因为很重要 所以像这个 这就是对佛经的解释 免得你一天到晚 念佛经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解释给你听的时候 就靠这几个 有的大师解经 像现在电视上的一些 大和尚解经 有时候也按照这个传统 为什么这个经叫 这个名字 这名字什么意思 因为大部分人 可能有人学到 比较多是新经 高中以前我就会背新经 到现在我都能背 我可以很快速背 可以很慢背 我以前有一阵子在练气功 我就做一个动作 就出一个字 然后我在脑中 就把那个字写一遍 那还打完286步 不太容易 好 这是佛陀文献的部分